大家好,我們是中橫國小六年十五班的科長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再見行希望》 隨著時代的進步呢,我們的科技變得更加發達 可是同時也污染了我們的自然環境 其中人們大以為這個水源各是受到嚴重的污染及破壞 很多生活在水中的生物或植物 都因為水源受到污染而引以絕種 現在的情況呢,我們會變成要從家鄉附近的核酸著手 我們研究了在瀉朗橋下的生殿溪之流 我們利用酸檢池檢測筆跟走步停溶解檢測筆 以及我們有請很多同學及老師來做測試檢測 我們想要理解出我們的核酸到底是受到什麼樣的污染 我們要如何去改善它 這就是我們的前任由村村村 然後,因為附近有人在騎腳踏車 地上打人球,所以還會亂掉外設製造成這樣 事業區位於臺灣北部,是彈成河系三大支流之一 向西游至西面回廠會河 南四溪後河流往北流 經驅此直彈溪電在景美 會進另一支流景美溪後改稱為淡水河 西面溪水量豐盛 水質良好 新建溪供應的新北市四百萬人口的用水 就是七層三以上的民生用水 都是由新建溪供應的 所以只要新建溪已受到汙染 新北市大臺北地區的所有民生用水都會受到餘性 第一個實驗是檢測湊度 地點是在各單級的教室 第二個實驗是三減值的 使用地點是在河邊 進行三次實驗後再測量平均值 第三個實驗是整部體打量 地點在河邊 我們也是進行三次之後再測量平均值 這是我們的採樣圖片 我們將2016年的數據跟2019年還有2013年自己比對 我們的採樣地點是新建溪右側下游 新建溪右側上游 跟新建溪右側的中游 然後這是我們整理出來的數據 那部分的檢測者都認為臭度 呃 面積的吸水沒有什麼臭度 而在實驗前我們預測 2016年的汙染程度會比2009年還要低 而在實驗前我們發現 呃 結果我們發現2016年的臭度比2009年的還要臭 好 三減值 2009和2016都不足 三減值 那你們就可以看到了 在了一堆盛藍關於水上月的炭頭